先講一些開心的消息 快必終於那架弄壞了的收音機已經弄好了 即是交到他手上了 所以他現在晚上就可以聽音樂節目 或者聽時事評論節目 他最喜歡聽都仍然都是交通消息 可以知道哪裡塞車、哪裡撞車 這個就是失去了自由的人 在監獄的圖書館最受歡迎的書 就是旅遊書 因為看了就當去了 快必最喜歡聽的節目就是交通消息 就是感覺和外面和馬路是同步的 和呼吸共命運 希望他好好珍惜、好好保存這個收音機 不是一爛了又要剩下一個月 不過聽說他就說收音機都很吸電 沒有問題 我們未來去探望他的手足、親人、朋友 最多排長隊進入電心給快必 關於枝豐和林朗賢的消息 快必就說仍然沒有機會見到他們 可能枝豐還是在醫院裡 我們都很想知道答案 究竟是什麼令到 懲教署要將他單獨囚禁 24小時開燈照著他 看看他有什麼藏在肚子裡 至於林朗賢應該就在大棒 大棒的意思就是 一齊混,不是單獨囚禁 所以快必就未必有機會見到林朗賢 其實他們兩個現在在荔枝國收押所 都是暫時收押 是認罪 但是就等待判刑 判刑就會是12月2日星期三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是很短的 就是看緣份 我承認覺得怎樣都應該會見到一兩眼 你說聊天就未必可能 但是微目全程 大家互相用眼神去支持對方 應該都是有這個機會 那我今天就講到 大家看到一個標題就說 快必是在囚80天 就有些厭食和抑鬱 大家看到一個標題就是這些標題檔 就是哄你進來聽 去看的 那麼 亦是不是這麼嚴重呢 大家聽我說 快必這幾天的胃口都一般 譬如他昨天吃的那個薯仔排骨飯 他就只吃了一些薯仔 洋蔥 然後原來就有些菇 他吃了一些菇 就爬了兩口飯 反而那些排骨就不太吃得下 這個也不是單一次的現象 因為他說 這陣子吃那個私家飯茶餐廳 都吃了一段日子 80天 80天環遊世界 吃了兩個幾月 的確是有點厭 厭在他說覺得是吃得太多肉 豬肉、牛肉、火腿、火腩、牛腩 雖然是淡淡肉 當你吃得太多肉的時候 你聽到他每次回來說 都是很珍惜那兩條菜 那兩塊脆肉瓜 他現在最想吃的 就是蔬菜沙律 不知道那些茶餐廳 究竟有沒有這些蔬菜沙律 可以有機會給他吃 除了 我覺得自己吃了很多肉 那個心情不好之外 另外他就說 雖然他現在在荔枝國收下所吃的私家飯 都是用一些環保餐具 但是環保餐具 始終其實都是不環保的 都是積氣的餐具 那他又有一些不舒服 對地球的內疚 有些不太安樂 所以這個積賣 無論他吃東西 對餐具 都有一些輕度抑鬱的感覺 不過你要處理這些 厭食或者抑鬱其實都很簡單 去探望他的朋友 趁機會去稱讚他英俊就可以了 他這些文青 對著合飯都可以胡思亂想 對著積氣的繁盒 膠羹、膠叉 他都會有些事情想想 大家去讚他英俊 想一下讚他像什麼英俊 大家給點意見 有人說是李察基爾 李察基爾是否有點歪歪 說快必未必能得到這件事 我這幾天就有一個建議 跟快必說 除了我們說快必獄中的近況之外 亦都想跟他多些交流 他又有看報紙 在未來 今天開始可以聽三音機 其實很多時事話題 都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所以我昨天就拜託探望快必的朋友 想跟快必交流一下 林鄭要殺這個通識的事件 昨天我們也說了 要孤立這一代 叫做反送中的一代 放棄這一代 下一代的小學生 開始上來中學生 就要重新去洗腦 去洗牌 通識科現在就說會改名 改什麼名字都未曾想到 所以我昨天就說 不如問問快必究竟他 有什麼看法 對這個林鄭殺通識 快必就說改名字 不如直接改愛國教育 或者洗腦教育 我們都覺得這個名字是比較行貨 不過這個艱難的 15分鐘探望他 拋一條問題給他 要他即時給他反應 很難馬上想到一個很絕屈的名字 不過隨時快必想到 他都會告訴每一天探望他的朋友 其實對於這件事 就是殺通識 快必的 最大的意見就是 其實不如你取消了他 取消了他就算了 不要搞這麼多小動作 又說 由這個 有歸的變成了 只是有合格 接著又說 縮過科士 又說將那些主題灌入愛國 國家認同 憲法 基本法 法治 這些東西 不要再借這個通識科來過橋 整個 取消了他就算了 這個叫本來無一物 我們小時候的時代 都沒有通識科 當然通識科是他有一個 由董建華開始引入這個通識科的時候 都有他的作用 我們說無心插漏 令到中學生 關心多了時事甚至政治 那個參與度是高了 但是 今時今日老實說 大家學習 是不是在老師那裡 是不是在教科書 在教材那裡 其實大部分情況都不是 在這個網絡新世紀 你只要燃起那個同學的興趣 或者他那個關心 他自自然就會有他的方法 去找到他想學的東西 他想知道的東西 所以未來那場仗應該就是 大家都去拋這些 這些 叫做 材料出來 是 究竟那些同學 他去拿哪些來看 哪些吸引 哪些會令到他們 願意主動去看 或者 有緣看到 而是 有興趣繼續看下去 就看大家 各個陣型的功力如何 所以我經常說 未來 我們要做多些 就是 就算你說這些影音的媒體 一些材料 你也是要有些材料在這裡 才能夠打仗 正如我經常說 有個同學來問我 萬必有沒有六四懶人包 如果我們手上沒有懶人包 懶人包是一個比喻 就是一些特輯 一些短片 或者一些文字的錦囊資料 如果對方生產了很多這些材料出來 浸到那些同學 一找到他們那些 就給那些材料去洗腦 但我深信 我們這邊的人才 如果大家有心去做的話 可以生產到很多這些材料出來 去抗衡 無論是官方的洗腦資料 還是 他們現在的藍營 藍絲 他們的KOL也很棒 有他們自己的生產 也很受歡迎 但我們怎樣去做多些 紮實一點又有趣的事情 如果快必翻出來 我覺得這個課題 是很值得我們去研究的 除了做街頭的民主教室之外 我們做一個網上的生產者 這些教材 或者叫做 我經常說懶人包 的生產者 是有他的 有用的 就是你燃起同學生的求知欲 的時候 當然你會現實講 不用考試 當然他的心態就不同了 這個是很難避免的 又不用去考考 就是不用去考級的 那你那些名師補習 全部都收得當 反而沒有這些 大家要做補習名師 我也曾經想過做通識老師 我從2007年年尾 離開了電台之後 都有想過 其實通識也不錯 可以 天南地北天空海闊 可以很多話題 可以和年輕人交流 最後沒有了 最後去了做網台 後來就差不多了 但是 回到未來 亦都可以變回一個 你說叫老師也可以 你說叫做 一個 傳道人也可以 一個叫做 鼓吹 或者叫做 灌輸 拆動 推動 怎樣也好 總之要有料在手上才行 才能夠 去打這場仗 另外快必關注的是 施政報告裡面 關於大灣區的發展 叫大家 回到大灣區 做事 政府貼你 他就說 他現在自己多看了很多英文書 英文進步了快必 就想了一句slogan 和大家分享 就叫做 Hong Kong is China Happy Together 當然這些是 反話 林鄭經常說 我們 污名化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 我一早 大灣區這三個字出來 我已經說是概念股 即是老千股 本來 九加二這些城市 大家 去交流 去做生意 各取所需 沒有人會污名化它 有德有失 有人賺錢 有人被人騙錢 你買樓 你自己 去承擔風險 但是 將它包裝成一個 九加二大灣區 然後叫你去買樓 叫你去做事 去創業 這些 真的是老千股 大家要小心一點 所以快必現在唱好了 Hong Kong is China Happy Together 今晚另一個想和大家討論 也想和快必交流一下 都是關於籌權的問題 這個就是長毛今天贏了那個 男籌犯 是不用剪短頭髮的司法科学官司 應該是這樣說 現在 女籌犯 男人 就是 除非他自軟 就不可以 將他的頭髮剪短過 他進去 懲教所的時候的長度 但是男人 那個指令就是盡量剪短的 這個就是長毛要 司法覆核那個不公平的地方 他針對的就是性別歧視條例 就是說為什麼 女人 是不需要剪短他的頭髮 是要保持住他進來的 頭髮的長度 但是男人 就一定要盡量剪短呢 這樣 其實懲教署裡面那個髮型 就 是話就話這樣盡量剪短 但是盡量剪短 那個 那個短 不同人就不同的 就是看那個髮型師 你和他Fan不Fan 以及那個sir 會不會去強制執行 我頭頭都以為 所有人都好像剪 就是找個剪 剪得很短 好像台灣戒毒那些 剪得很短 那些勒戒 就剪得很短 但是香港其實不是的 我去探 之前探望梁天琦 他的頭髮都跟之前差不多 是沒有特別剪短的 我那時候還認識 懲教署裡面的一些升級髮型師 他本身是升級髮型師 在中環剪成千多元一個頭 然後進去坐牢 然後坐牢 他就不用做其他那些事情 就只是做剪頭髮而已 尤其是幫sir剪頭髮 當然sir也是剪一千多元一個頭 可以免費 在裡面 還說剪頭髮他們要給煙 如果他想剪得好一點 那些次文化 所以也看你和那個師傅的感情是怎樣 不過快必這些就沒有 發表都沒有 你猜真的是發型屋嗎 叫你這裡收多點 那裡收少點 但是長毛去司法覆核 就是那個原則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是當年 2014年 2014年即是六年前 長毛那次坐牢 就坐四個星期的牢 其實長毛沒有坐過長牢 因為坐多過三個月的牢 是不能做立法會議員的 五年不能做立法會議員的 長毛就從來沒有試過 長毛坐的都是幾個星期的短牢 那次出來之後就要司法覆核這個性別歧視 在原眾法庭 長毛是贏了的 即是說這個措施 男人要盡量剪短 女人不用剪短 就是性別歧視 就是一個差別對待 令到男性的權益受損 但是之後當然懲教署是不服 就是上訴 上訴竟然又被懲教署 上訴得席 即是推翻了長毛的司法覆核 其實當時我也是不明白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上訴庭的法官會判 懲教署得席 明明就是一個差別對待 明明就是男人的權益 因為他是男人 所以他的頭髮就不能夠 留長或者保持他喜愛的長度 這個不是歧視嗎 絕對是歧視 當時原來上訴法庭 就拜那個懲教署長就說 他說他只是將社會上 對男性和女性的既定造型 應用於囚犯那裡 因此男性囚犯 並沒有遭受給女性囚犯 較差的待遇 就是說他的原意 他的出發點 並沒有說要損害 男性囚犯的待遇 只不過是社會上的造型是這樣 他就保持那個造型是這樣 這個我當然也是不接受 所以長毛也繼續去司法覆核 到終審法院 今天終審法院的裁決就是 大比數7比0 全部都是判長毛這邊勝訴 就懲教署是敗訴的 其實很簡單 這條性別歧視條例裡面 就是這麼說的 他說對於一個 譬如對於女性 現在長毛就是這樣 對於一個男性的性別歧視 任何人如果基於一個男性的性別 而給予給他差於 或者會給予女性的待遇 就已經中了 這是直接歧視 我覺得很明顯 這是直接歧視 就是較差的待遇 這個判詞裡面就說 男囚犯沒有權選擇頭髮的長度 這是事實 顯示他們遭受的待遇是差過女性囚犯 所以這個舉證責任應該是懲教署長 他要解釋為什麼男性囚犯的待遇不是差過女性囚犯呢 懲教署長的解釋 他說要確保監獄的紀律 所以要求囚犯的外形在合理的程度上保持一致 而將香港社會上對男性和女性的既定造型 應用於囚犯身上 去達至這種一致 那很明顯 你聽起來就 那為什麼保持一致 女人又不用保持一致 女人又有長髮又有短髮 男人就要保持一致呢 他的意思是 社會上對女人的造型的既定概念就是可長可短 對男人的造型的概念應該是短的 這就為之對於既定造型保持一致 那法院就是拒絕接納懲教署的陳詞 他就說 確保囚犯紀律和私家社會上對男性和女性的既定造型缺乏合理關連 當然紀律 其實中間打的過程很好笑的 他們提出了很多保安全理由 保安理由 全部廢話 就是說打架會扯頭髮 還說到如果長髮呢 可以浸那些毒水 浸完毒水 索完毒品就可以混毒進去監獄 我不知道是不是剪頭髮賣給人呢 拿著頭髮賣給你 然後你回去索 或者拿些水出來用 這個在男人和女人身上都會發生 女人不會扯頭髮嗎 打架 是男人才會 為什麼那個紀律 男人要剪短頭髮呢 是沒有解的 所以法庭都說他是缺乏合理關聯 懲教署長沒有就此關聯提出充分解釋 在無法證明這個關聯的情況下 處長無法解釋男女囚犯之間 為何有如此不同的待遇 繼而無法解釋為什麼 那個差異不構成較差的待遇 所以就判懲教署長是敗訴的 好了 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也有問長冒 我說現在這樣 懲教署就輸了 那是不是代表 男人以後 長冒大家勵士 再坐 是不需要剪頭髮呢 不是的 大家不要以為一定是 我們這個政府是壞到沒有人有的 它可以反過來的 反過來就是怎樣 男人女人都要剪 這樣就一致了吧 就沒有歧視了吧 你看這個政府是可以壞到這樣的 長冒這次贏了官司出來 他都說 都有一些唏噓 其實這個當然是籌權 也是一個平權 男女性別平權 但是對於 現在在籌的朋友來講 可能那個實際上的影響 或者幫到他們的地方 不是很多 但是 我想對於一些跨性別人士 的幫助會比較大 就是他們覺得頭髮是他們的聖證 如果被人剪了頭髮是一個很大的侮辱 你不用爭論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總之他有權 是繼續保持他的長頭髮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尊重 但是懲教署會怎樣去執行這個司法科學的結果呢 你知道我們的政府衰到沒有人有的就是 他判你輸哪樣 他就改哪樣 輸多少就改多少 一定都不會做多 也不會自己反省一下其他政策上面 有沒有都是有些歧視的成份 這樣 譬如 有一個 好像有人提出過 不知道是不是還在排期打官司 就是說吃飯的權 中國籍本地囚犯就是吃 正常餐 就是中菜 中餐 西人 就可以吃西餐吃中餐 印度人可以吃咖喱餐 但是 本地人又不可以吃咖喱餐 就是沒得選擇 其實這又是一個差別待遇 就是種族的差別待遇 能不能夠構成這個種族歧視呢 我覺得是可以嘗試去法庭做一個裁決 當然有些人覺得 這些權利改善了對於整體籌有的幫助 不是那麼大 但是也有人覺得這些是原則的問題 要不斷在 在挑戰懲教署 無論在制度上 在法理上 挑戰懲教署 是令到他去改善 改得多少 得多少 亦都給全香港全世界看到 其實懲教署裡面 很多不是很合理 你逐條 逐樣東西 去稱他 很多都不是很合理的 我譬如探過一個個案是 他是吃素的 吃齋的 所以懲教署就要他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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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會去改善一些 囚權 尤其是現在 越來越多 手足 越來越多 會瘦汝 都會受到 牢獄之災 我现在说别人,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个心理准备 有一天会进去承教署,可能会服刑 所以,无论我们是不是在议会 我们都是关注这些承教所,无论是监狱,收入所里面的权利 如果大家有些囚友或者囚友的亲人,是对于在监狱里面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无论是个案式,或者是一些制度上的不公道 就像这次的长毛这个司法覆核,都可以准管去提出 或者是写信给我们,送信给我们 我们都会尽我们的能力去跟进 虽然未必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有什么大的改善 但是是不是离谱到我们可能要去真的 启动一个司法覆核呢? 如果没有长毛,就没有这个司法覆核的了 长毛是,我们是要感谢他的 他是涉而不捨 去做这些在法庭上,在司法覆核上的抗争 每一个提出司法覆核抗争的朋友 我们都是要尊敬他,尊重他 司法覆核其实是一个奴民伤财浪费精神 就是赌身家的一个抗争 我呢,都是很快就会提出司法覆核的了 就是司法覆核这个律政司放生各位强 介入我这个私人检控,然后不提证供起诉各位强 我们回去想过度过 就算是要浪费有风险,即是有风险输 可能要赔百多万,都是要打这场仗 如果大家是支持我的,也可以留言表达一下 让我的信心更大些 可能有机会再帮忙,好吗? 好了,今晚我们谈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最快消息 继续支持我们的万必工作室,拜拜! 加入荣誉会员,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